从警报响起到下达命令 再到检查装备 然后登车出发 整个这个过程呢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总共不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去抵达指定地域 做好发射前的所有准备 夜幕之下 由多个发射单元组成的梯队紧急出发 一场夜间发射训练随即展开 抵达目标地域后 各发射单元根据指挥员命令 向相应阵地开进 支柱故障会导致导弹无法正常起诉 如果不能及时排除 任务将宣告失败 危机关头班长何贤达凭借经验 迅速判断故障位置 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这种故障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但万一如果出现在站长上 那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 就要尽可能多地把各种特径都要带进来 那么这样在未来的站长上 就能做到有备无犯 万无一失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每一名导弹号手既要熟练掌握装备的构造原理 还要反复练习操作流程 甚至按键盘的执法都有严格的要求 从入伍之初到走上号位 何贤达经受了22年的魔力 我们按键盘不是像我们平时用电脑打字那样 用10个手指头去按 而是用一个手指头这样子去按 那么这样主要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在何贤达的精确操作下 故障被顺利排除 发射车也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导弹起诉 尾翼安装转弹瞄准 我身边的这个装备看似是一架望远镜 但其实它是一台激光自准直径尾翼 那么从它会发射出一道激光 打在导弹的棱镜上 再像这样反射回来 如果说这两条直线要是重合的话 就说明导弹已经完成了精确瞄准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用到的测量角度的计量单位 一般是度 但是在导弹发射的过程中 这个计量单位要精确到秒 对于一名合格的号手来说 精通本职岗位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一砖多能才是他们走上战场的硬指标 在训练中 发射号手在模拟敌袭扰中被判定阵亡 担负通信任务的韩超立即登上站位 代替战友继续执行任务 我现在掌握六个专业 光操作手册加起来就这么厚 虽然B田要累要练得多 但遇到检营的情况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顶得上 训练持续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接踵而至的战场特勤 不仅考验着号手们的体能储备和心理承受能力 还对复杂环境下的技能运用和联机处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不同战场环境 不同时间地域的特点 这个营还有针对性的开展 夜暗微光 高原高寒 复杂电磁等极端条件下的发射训练 向着随时能站 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的目标发起冲锋 必须尽量地去模拟实战的条件 营造实战的氛围 按照实战来设置一些极难显重科目 只有经常这样的摔打磨练 才能够实现人与武器最佳结合 才能够真正实现千里点穴一见封喉